来到第八仗 四班千六 相当之平均的一组 当大好的马亦都有五只 二三四六和十三 会被转变为威尽区 除了个眼罩了 今次跑千六 好了 孙大这一只美丽精神 上次都已经是 草足火力 试买杂地跟你搏杀 结果都赢不了 伏火昨天招跳不是说有什么太大的走样 感觉上好像已经尽力了 好了 接着看看这只逍遥区 拍过了 赢就赢了 要不就不赢 赢就赢回这么远 保持很好的水准 这只喜爱线 这些马神粹就比较难 给得到三只手指的马 因为它是一只立友 冷静重的 其实它都不走的 那些布它也不是那么漂亮 不过落到长距 它挺忠心的 这些马 都要上回千六的 这马真的 不要这么下跌 好 换句达人 那都难赢 难赢 不是说会赢就会赢的 难赢就会赢一次 它走一圈真的没有坐得那么紧要 那些坐头脚在那里 是啊 没了很久了近期 就是乖了很多了今年 博外有威就落货草地 这些马其实没什么太大变化 很难捉的 这个帮我有威的表现 很简单的 难捉不捉就可以了 不用这么想 合火年代又拍杂又行 不过我都说这只跟合火红芯 高冬尼串走的那只 都是喜欢在外面掌握的 好了 轮到这只老马 又是保养得很好的威尽 他走过都是四平八稳的 赛前也都有一个泥地杂 不过那个泥地杂可能就比较厚一点 显得他好像不是很厉害那样 好 松草老爷 都是金贵贏过的马 但其实他的形态上面 说真的 我真的觉得他没什么变的 不是大只 又一照得 想斗局口就骗大了 佳运来 都是刚刚跑完没来的一只 十岁的老马 一定是每放愈下的老马来的 这些都是尽做的 不过不失的整身大汗 你跟前了 又是这样 收得很厚 爆得很厉害 低号保区可能都是的 苏惠然那只 好了 莲花光玉 根本你 其实很难留的这只马 现在我千六你要想一下 够足够保处才能想的 这只众宽少呢 昨天见这个助手呢 我想都可能都想他换一下脚 他进到直路的 那些手在这里 就是轻轻一点点动作 动一下动一下 但是他是急的那只马 所以都不顾得那么多 好 龙城外障 那你看了刚才那只众宽少也好 其他马也好 其实你看看龙城外障 多伦俊 大只啊那只马 要再跑 之前是法国销 那样跑了水 暴龙驱了 今年真是杀得盛起 这些马上回来四班 那本身他可能都是 跌到五班才反弹的马来的而已 他未必四班不够的 继续都有过来地杂 这只又是 那他是小只 而不是说瘦的 这只赤脂红芯 其实很多马都会是这样的 那也都不像一只跑短的 可能要跑长一点 会以后留意的 后备的马 狗狗围攻 上次都对过这堆马的了 上次他是大月满来的 结果呢 回来也是均速的 所以他可能呢 跑一下跑一下 可能要再上 这程都不定的 好 既然下一盒 这样你顺着会跳 没什么的 这马长期都很好 讲真的呢 有时候有些重口马呢 你要小心一下 这个外籍助手跳 看清楚才好 来到第八场 四班千六米的 那都是一组 今季都经常对类的 这些组合来的了 你回回看今季过去的 那些四班千六 经常都见到这堆马的 那我想要找些有些前景 还有些上网空间的马 譬如3号 喜爱线 那你留意这个节目的朋友 应该都不会善忘的 我自己经常都选这些喜爱线的 因为我喜欢这些马呢 就是落场他很熬得 也都很适合田泰安发挥这些马 步步则 他步步都有反应 上次赛前呢 我就怕他排他的内档 结果他呢 在内档转位出来呢 他都不是十分之轮盡 那我空了当然没问题了 所以这次呢我都继续信这些喜爱线呢 他增程千六呢 现阶段呢 他是合适的 其次的马呢 就很多都差不多了 大家都是跑形势 跑个档位 譬如逍遥区 今年说真的 我们追就追过 输就输过 都不知道几次了 但是最终他都赢了 遇到一些弱组就赢了 但是这一组的对手感觉数就比较多些了 他能否打一打再跑也好 或者再赢呢 我自己就成疑了 所以这一组都是 云巡一点的局面 是啊 我都觉得 譬如给你精神 其实上一次我都觉得这只马已经是 挺fit拿出去跑了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进步方面 好像不大 其实都是调少点底质 是二号马可能还有多少享受 希望他由潘顿加上这些 KK卡卡加上 收到个好位一些 这些会帮到多一些 因为你再数下来那些马 玩具达人这么辛苦才赢一次 其实他都六岁 博外有位又是六岁 那我也不知道他哪场突然跑得好 那是起外线这些四岁 逍遥驱四岁 起外线是 我想他再跑千四真的倒下 所以有时在看神租的时候 他要什么配备 有时那只马 他开始越来越倒下 要比 要比的马未必一定是不好的 那这个你要分得清楚 另外就是13号 奥隆区 可能因为这次他有个大集 其实这些马的榜金 他一直上 可能这次有个大集 但是他回得够的 其实奥隆区那个大集 在里面跟着都很好 这些马现在很脆 其他的那些马 年纪大靠底质而已